县长徐真卫26号参与了许多部落丰年祭典的活动 在中午的时候是来到了寿丰乡的丰山部落 参加一年一度的丰年祭 族人相当热情的邀请县长徐真卫 以及在场的县议员们一起大跳今年度的大会晤 共同来迎接即将在8月份来到的联合丰年节 现在许中卫11点20分参加完复礼乡部落丰年祭之后 马上赶完收到丰山部落 上次时候马上收到安慰祖的乡亲热情的欢迎 现在也送一下礼金来对部落丰年祭的肯定 非常感谢我们的头目承载起我们每一年部落的盛事 尤其是部落的丰年祭一定要好好的盛大来举行 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娃娃都会回来 尤其是我们更有很多的亲朋好友也会共同来参与 所以我要谢谢无论是这个议会 或者是我们村 我们的乡长以及我们各村里领长 所有的好朋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我们的地方更好 县业以待国想 蔡一镜也相当重视部落丰年祭的办理 同时也呼吁大家天气热的时候 要多喝水保护自己的健康 大连县舞呢是因为在筛选过后的冠军队伍所跳出来的舞蹈 那么这个舞蹈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大家都是用心 用心爱心爱部落的同时之下呢 能够把这个舞蹈呈现出来 可是呢我们县长呢 他用最佳的舞蹈 最佳的舞步把它呈现出来 跳出来了 尤其我们乡下 我们地方呢 也用最好的舞步也呈现出来 表示说我们县长对这个丰年祭 每一个部落的遗历性呢 他非常的重视 尤其我也很感谢地方的头目 还有地方的妇女会的干部呢 能够有用心爱心爱部落 有这样的精神呢 把所有我们部落的遗历性 能够完成到最光滑 部落的这个不管是遗历性还是迷历性呢 都是部落最重要的地点 那虽然今年有疫情的关系 但是在每个聚落呢 我们现在跑了六个从我们的封兵 一直到我们寿风都展开了 那其实很多的族人呢 也是都回到家乡 那看到很多年轻人回来 然后跟长辈学习以外呢 其实每个部落的一些基础建设 也都在建制当中 特别是聚会所呢 有些地方呢 现在也是在请建筑执照 那我们希望呢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呢 我们部落可以越来越好 那在这里呢 也祝福大家在我们的迷离姓 遗离姓的时候呢 大家团聚传承这些文化 我们年轻人还有部落族人 大家一同努力 最近呢真的是气候 非常的炎热 所以呢 希望我们的 一定要多喝水 注意自己的身体 在新年徐学义 在国享拆建的热情欢迎之下 广邀现场和主人们一起跳 纪念度的大会舞 让整个现场可以说是活了起来 现在吃完中餐之后 就到帐篷里面 向主人们一一握手之意 同时也和大家画家常 看到小朋友正在跳大会舞 县长许正位和训言许学义 也和小朋友一起来同欢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8月21号到23号 来参加 一年一度的风景体的大型活动 记得终于吃风向不倒